您各位好,我是昆仑六十 在这儿,我先祝您和家欢乐 中秋节大团圆 崇祯皇帝身边的人和事 这个系列啊,咱们已经到最后一集了 今天啊,这大过节的呢 咱不聊那些沉重的话题 有好朋友就得说了 你聊的就是晚明 这话题它能不沉重吗 哎,今天啊,咱们要掰着的呀 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咱们要聊什么呀 咱们要聊聊啊,这崇祯十七年的三月 大明国破崇祯身亡 这崇祯皇帝死的时候 到底是有钱没钱啊 这就是发生在明末的一个千古谜团 叫做斯坦悬案 关于这件事情啊 它之所以成为千古悬案 就是因为啊,它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有人说呀,这李自成 广耸内庭崇祯皇帝的私库当中 就超出了白银三千七百万两 也有人说不对啊 这崇祯皇帝的内库当中啊 连几万两银子都没有 那么今儿咱们这段书 我的任务呢 就是把这些个内容啊 从史料当中摘出来 挨着个儿的讲给您听听 然后呢,咱们再薛薇的分析分析 这崇祯皇帝啊 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认为这崇祯皇帝有钱的 最有利的证据就是明末 有这么个官叫赵世锦 他写了一本书啊 叫《假身济世》 在这本书里啊 对这方面的事情记载颇多 为什么他对钱这么敏感呢 因为这赵世锦呢 在明王以后 闯贼的大顺军打进北京 他呢,负责清典国库 与大顺军队移交这些钱 赵世锦呢,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这个新旧两库 新库啊,只有两千三百多两金子 在老库里啊 也就是一千来两金子 除此之外啊 还有这个现银 差不多一千两左右 全部折算成白银呢 也就是三万多两 这些呢 就是北京国库当中的所有钱 当说到崇祯大内司库的时候啊 他是这样记载的 贼贼往沈西金银定上有历年年号 文字万历八年以后 解内裤银尚未动也 银尚存三千余万两 金一百五十余万两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 这李自成 从崇祯皇帝的内裤当中 抢走白银三千余万两 黄金呢 一百五十余万两 把这些银子呀 全部运往了西安 还有一本书呢 叫假身和真略 是一个汉链写的 这位汉链啊 叫杨世聪 他在书中提到啊 内有镇库银五百两为一定 著有永乐年字 每伏二定 无物包裹 黄白一目 按贼入大内 扩各库银 共三千七百万两 金若千万 得 从这本书开始啊 这个崇祯皇帝的私产呢 就有数了 这个书上说呀 崇祯皇帝的库里边啊 有白银三千七百万两 黄金呢 也得有个一千多万两 这两个人啊 都是明末的官员 所以他们说的话呀 后世很多人都相信 并且在这两本书里 所记载的 金银的数量啊 也差不多 大概呢 就是三千七百万两白银 和一千来万两黄金 那么真要是 像这二位说的呀 那这件事情就有乐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在崇祯皇帝 投资俩月呀 还和这个满朝的文武大臣啊 借钱呢 并且呀 跟这帮大臣说 告诉你们的乡人 就是你们的老乡啊 谁要是有钱 想捐官 赶紧捐 咱们这大明朝的官啊 在这会儿便宜卖 可是就这样的 皇上啊 三折腾五折腾 也无非呀 才弄来二十万两左右的白银 那么要是说的嘞 你有这么多钱 还和这大臣借 那就是昏君 板上钉钉的昏君 要钱不要命的昏君 那要是 有人敢写出准数 三千七百万两来 那就好办了 后人啊 就更大胆的写了 有这么一本书 咱们呀 还经常引用这本书上 很多观点 这本书啊 叫明记北略 在这本书里啊 把这个钱的数字啊 又扩大了 并且扩大了多少倍啊 五百倍 明记北略中记载 贼居银将数百人 凡所掠金银 据钦城大专 以罗马驼之 浮往陕西 就有镇库银 今年不用者 三千七百万钉 钉皆五百两 捐有永乐字 每驼两钉 不用包裹 您听了吗 这就是三千七百万钉白银 再乘以每钉白银五百两 也就是说呀 这崇祯皇帝 有私房钱 一百八十五 一两 按说呢 这明末的 也许笔记 咱们只能作为参考 不过呀 有这么一本书 给这些说法 算是盖棺定了论了 这本书啊 是个 近现代人写的书 关键是 写书的人 愤挺大 是位姓郭的老先生 这本书的名字呢 叫假身三百年纪 也不知道这老先生 是从哪考据来的 我估计啊 他也就是 粗略了读了一下 明记北略 他在书里说呀 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 发现崇祯皇库里 藏有三千七百万钉银子 每钉中五百两 后来被李自成 全部运往了陕西 到郭老先生这本书为止 这就是崇祯有钱说的 所有例证 咱们呀 就先从这个数字上 给他算算 您知道 这一百八十五亿两白银 是什么概念吗 截止到2020年 这全球的白银储备 大概是两万五千吨 因为工业民用的需要 这个数字啊 逐年在递减 那一百八十五亿两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呀 那就是五十七万八千一百二十五吨 所以说这号称 盖棺定论的郭老的研究成果啊 也是压根就不贴谱 然后呢 我再把我的观点呀 细致到每一钉银子上 这书里说了 这每钉银子是五百两 关于有没有这五百两 一钉的银子 这件事情上啊 这小编我啊 多少啊 还有点发言权 这曾几何时啊 这小编我呀 在古玩市场炼摊 在哪个古玩市场啊 在北京的报国寺 古玩市场 这个市场啊 可以说呀 是股钱币交流的专项市场 您要是想看五十两一个的官定啊 在别的市场可能不多见 但是到了这个市场啊 就不信心了 因为它是专门做这个股钱币交易的嘛 这银定啊 在这个市场里 还别说这个市场了 就是我去过的所有博物馆 我也没见过五十两以外的银定 据说呀 咱们发现过两定唐代的银定 是一百两一定 不过呢 这是孤正啊 也就这一次发现 所以说通过各种考古佐证 这五百两一定的银子 只听说过没见过 另外呢 只要稍稍的分析分析 也能感觉到的崇祯皇帝啊 可能压根就没有这么多钱 您想啊 这崇祯皇帝身上的毛病多了 什么生性多疑啊 刻薄寡恩啊 刚愎自用啊 可是您说这皇上他傻吗 他不傻呀 他心里明镜似的 这大明朝一玩啊 首先玩的就是他们老猪家 他是惹定唠个不得好死 人死了 攥着这批钱还有什么用啊 这图什么呀 所以说这种棺材里 伸手死要钱的事啊 别人能干 这皇上绝对干不出来 再者了 这丧心病狂的李自成 但分又是从皇上他们家 就搜出三千七百万两银子 他还置为 想尽一切办法的搜刮北京地皮吗 导致失了民心 怨声载道 最后啊 兵败只能逃出北京 这会儿就有人说了 那你说崇祯皇帝他没钱 你有证据没有啊 哎 说实话啊 我的这些证据啊 他也不来自于证实 因为证实啊 压根就没记载这些东西 在明末崇祯年间呀 有一位锦衣卫的头叫王世德 他写了一本书 叫崇祯一路 这崇祯一路里说呀 也使为成破石 上有大内基金石余库 不知石余库何名 成云库外 有甲子库等石库存方物也 成破石 为车余库珍宝存耳 乌有所谓石余库基金者 而纷纷为上耗敛财 内躺不轻发 其不冤灾 这王世德的意思是说呀 他亲眼得见 成云库啊 确实有十个库 但是呢 加一块啊 也就搜了出一车东西来 所谓这个崇祯皇帝 是真的有钱 一说呀 那完全是冤枉他 还有一位明末的学者呀 叫史敦 他在他的著作里 就曾经提到过 如果这崇祯皇帝 真有这七千多万两银子 还会因为拿不出 二百四十万两的军饷 而失去了民心吗 他还说呀 我听这个户部的官员 吴宣山说过 他说有一天呀 这吴宣山问皇上 说您看呀 现在咱们这情况如此危机 这国库里已经没有钱了 您能不能开那趟 拿出点钱来呀 这皇上说呀 你扶着过来 等到这个吴宣山呀 把耳朵贴近皇上之后 崇祯皇帝一边流眼泪 一边跟着老吴说呀 哎 这内裤啊 真是一分钱也没有啊 继镇总兵唐通 进京秦王带领了八千士族 解了京城之围以后 这皇上说赏 您猜怎么着 这唐通货赏四十两 八千兵啊 每人只赏您五千 我觉得这崇祯皇帝啊 是真没钱 那么说到这儿啊 那问题又来了 那李自成在北京城 掠走了白银七千多万两 这七千多万两是哪来的 哎 有一本书叫国雀 这里边说呀 这七千多万两里边 从熏气当中 脚响大概是三成 换四三成 百官跟商骨是各占二成 先帝也减一书十 内躺无数万斤 这本书里分析啊 说这个七千多万两呢 有这个三成啊 李自成是从这个功勋贵族和皇亲国戚当中掠夺来的 还有三成啊 是宦官 太监们手里是很有钱的 还有两成啊 来自京城的各级官员 剩下的呀 就是抢买卖瓶户的了 还有一本书啊 叫平寇志 这里边记载的和国雀当中所说的基本相同 宗上所述啊 我个人认为这崇祯皇帝在死的时候 无论是国库还是内堂都是没钱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关于崇祯皇帝有钱的舆论呢 那都是宣传的需要 给这崇祯皇帝背上一个贪财 要钱不要命的恶名而已 这些传闻啊 多来于大顺君和后世清朝 至于这郭老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呀 呃 您知道吗 呃 反正我不知道 您有什么不同意见呀 完全可以在下边评论区 咱们掰扯掰扯 聊聊天吗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事啊 它不变不明 得嘞 天不早了 我在这儿啊 再次祝您中秋节快乐 许多我呀 在书馆 给您请安了